美人教室 或者是毛细孔效果的一支五痕笔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 就是在妆前打底的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可以在眼周的地方呢 轻轻地上了一些 这样修饰细纹的一个效果的五痕笔呢 慢慢地把它推开 那接着呢 我们在这个毛细孔粗大的地方 像我们这个脸颊的部位 还有这个鼻液 让整个皮肤呢 先把这个不均匀的地方 或是细纹啊毛细孔的地方呢 先修饰过之后 再上这个粉底呢 其实就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接着呢我们就是来创造一个非常漂亮 像苹果肌一样的一个肤质 首先呢我们用到的是这个粉嫩湿底霜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呢 这个产品非常的特别 它有两边就是不一样的 一边是湿底霜 另外一边呢是我们的粉底液 那首先呢我们用到的是湿底霜 那这样的湿底霜呢 不管它的一个保湿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它的 它本身含有的一些珠光 跟它的色泽呢 都可以修饰我们的肤质 还有我们的肤色呢 达到一个好像是苹果肌一样的 就是看起来气色非常好 然后呢 皮肤非常健康的一个一个妆效 那接着呢我们就运用到 我现在左手边呢 这个粉底液 就是我们的鲜柔粉底液 它里面含有的是HOP的紧实因子 能够让我们的脸呢 能够瞬间有拉体的效果 来达到一个小脸的一个妆容 如果你觉得说你希望你的肤色呢 能够更明亮一点 我们也可以运用我们的湿底霜呢 用我们的粉底液做一点调和 那我们在上这种紧致小脸的妆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哦 就是我们手的手势哦 大家可以先呢 把粉底液放在脸颊的下方 然后呢 用我们手的温度呢 顺着这个脸颊哦 慢慢有点往上提的这个动作 让我们整个脸部的线条呢 也能够跟产品的哦 就是它的功能能够结合 来去达到一个小脸的一个效果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在这个上完粉底液之后呢 其实模特的皮肤已经呈现一个非常 就是有光泽 然后非常紧致一个小脸的效果哦 不过呢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遮瑕哦 针对比如说眼睛四周 还有一些痘痘 一些痘疤 或者是一些小红点呢 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局部的遮瑕 让这个底妆呢 能够看起来更加的完美 那还要特别提到就是 因为它里面还有维他命C 所以呢 你在遮瑕的同时呢 也可以让你的皮肤呢 让你的这些黑色素呢 一起把它代谢掉 我相信现在大家对于保养呢 跟彩妆结合的观念 都已经非常的完整哦 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 用这样子的产品来做遮瑕哦 一方面化妆呢 也一方面可以做到保养的这个步骤 接着就是要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定妆的部分哦 那这个粉饼呢 非常的特别哦 它有就是抗腐肿 然后里面有一些蜂蜜花的一个萃取呢 其实也一样哦 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小脸的一个效果 可以先从我们两颊的部分呢 做一个定妆 修饰掉我们就是不想要的脸部的一个线条 再用我们的粉饼呢 在脸的中央呢 轻轻的来做一个定妆 我们一样简单的刷湿了睫毛 那我们的五官呢 也可以比较立体 运用眉笔呢 来补足一些我们眉毛跟眉毛中间空隙的部分哦 轻轻的画过 其实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让我们眉型完整的一个效果 别忘了最后呢 再补充上我们的这个唇蜜 我选用了一个是比较粉嫩的一个颜色呢 直接呢 就是画在我们嘴唇上面去创造一种光泽润泽感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说两边脸的一个紧实的一个效果哦 我们现在先看到呢就是左脸的部分呢 是我们刚刚完全没有化妆这个部分哦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注意一下它就是脸部的线条跟脸部的轮廓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用到这种紧实粉底的一个效果哦 大家可以完全看出来就是两边的差异性哦 运用以上这些产品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小技巧呢 大家就可以在平常呢上班之前上课之前用很短的时间 来完成一个非常立体非常紧致的一个底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